正面漁港一大早舊漁船忙得卸貨 江湯湘湘的小捲卸下 因為中國宣布 4號中午過後舉行軍事演習 北方三島被化為演習區 居民擔心到時候無法回港 7月到9月剛好是殘忌 偷抽的殘忌 然後小捲是5月開始 抓到中秋節以後 我們是15天前出港的 昨天晚上進港 還影響不大 有生命危險就要回來休息 5、6天再出港 面對中國軍演 漁民擔心出海受到波及 目前正值漁獲產季 大部分漁民為了生技 還是維持正常作業 至於已經出海作業的漁船 如果遇到只能夠避開 這個是為了我們的生存 政府在這方面也沒有說 對我們的一個照顧狀態 我們是要靠自己生活 所以說 我們還是要出去補儀 一定要做 現在港列這些船都沒有出港 就停下來 但是問題是 之前出港那些船 還在外海作業 在北方山島周遭 我想可能有 兩三把艘的漁船還在那邊作業 他們現在還在公用當中 還沒有進港 或許今天晚上或明天怎麼會進港 也還不知道 但是早上我到正面議事長 其實有聯絡的時候 這些船子說 他們有在聯絡 他們在看狀況 到底實際狀況怎麼樣 但是他們已經往這些線外去移了 已經往演習的線外去移了 他們也不敢在演習的範圍之內 中國宣佈 從四號到七號 在台灣周邊六個海域實施實彈軍演 就用市長林佑昌 立委蔡世英紛紛提出看法 中共的文工跟武嚇 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那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法治的國家 那有我們的一個友邦的這個 最高的民意的代表 議長來參訪訪問台灣 我想這個在任何國家都是 再平常不過的一個事情 那中共文工武嚇在六個地方 話題區域在做實彈的一個演習 我想這只會讓兩岸的距離越來越遠 也會讓台灣的民心 這個也會越來越遠 我想對於這個裴若曦 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之後 那中國反應器的跳腳 然後就宣佈了 從以前過往 從來沒有過的在台灣的周遭海域六個區域 辦理軍演的這樣的一個演習的進行區 那首先要講一下 其中在台灣北部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北方三島周遭 那根據我的了解 因為過去中國從來沒有在這個地方演訓過 因為那地方也是傳統 我們台灣軍力投射的範圍 所以他即便畫了這個進行區之後 能不能真正的有辦法在這邊 執行他的軍事上的演訓 我覺得這我們要觀察 那我個人會覺得機率比較低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地方 其實對中國來講是比較遠的地區 離台灣非常的近 另外就是說他來這個地方演訓的內容跟範圍是什麼 因為這個目前還不知道 第一個是只是船隻經過 打個卡 表示說這邊我有畫過區域 或者說在這邊做操演 或者第三個甚至到實彈演習的部分 那這個會因應不同的強度 會有不同的一個方式 那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大的可能性 應該是船隻經過 然後經過這個海域 然後代表的那頂多多到操演的這個部分 那至於實彈演習的部分 我認為機率非常低 因為實彈演習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傷到周遭的船隻 因為那邊是傳統的漁場 也有許多的航線經過 那加上那是我們台灣軍事力量 所備的範圍內 一旦發生他有實彈演習的問題的話 可能會引起兩岸不必要的紛爭 雖然基隆漁船運作一切正常 但漁會呼籲船隻還是要多加留意 務必將軍演的影響降到最低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